今天請來香港家庭調解協會 總幹事梁淑儒 和大家談談如何解決這方面的問題 梁姑娘你好… 你好 梁姑娘我知道有研究說 2021至2022年 親子衝突方面 有三成的個案都在疫情下遞增了 其實當中我們說在疫情期間 最多有五大類我們看到很多親子衝突 第一類通常我們就是手機的問題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很困擾家長 都是小朋友或者他們用手機的時間的問題 第二位就是學業問題 因為家長都很關注小朋友他們的學業成績 第三就是我們說在親子期間 大家的溝通模式 他們大家的溝通可能 譬如說有很多時候大家互動 但有些不良的一些溝通模式 令到大家經常都有障礙 或者大家一起爭吵 第四個就是時間分配 譬如說一回到家 究竟他那個時間 一放低 可能他先去洗澡 還是先做功課 還是先溫習等等 這些都會有很多爭吵在這裡 最後一個是一些零用錢的問題 譬如說那些錢去了哪裡 怎樣去處理 怎樣去洗 可能突然間不見了 這些家長都很關心的 前都起碼有些空間出走 現在大家對著的時候 很多位置就一觸即罢 其實我們發覺主要有兩大原因 第一個就是價值觀的不同 例如好像剛才說手機的問題 如果譬如說以前的位置用手機 可能家長都會覺得是玩的 但子女可能覺得這個打機 其實是一個放鬆的狀態 一回到家 他很想很大壓力 回到家就立刻想打一會 誰知打過了 第二個就是一些行為上的不同 例如以往我們說溝通模式 我們可能很直接打電話 給對方 或者面對面 但是在疫情期間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都 不要說疫情 之前都是 其實都會用一些手機 我發覺有些個案 有些個案都是這樣的 可能拿著手機 就這樣嗨 然後放下 然後做了一會兒 然後又很不專心 在父母看下去 這真的會出現一些爭執的位置 既然青少年和父母的衝突 似乎都是無可避免的 大家一聽都總是覺得是負面的 怎樣可以正面去看這個衝突呢 是的 其實我們經常都看到 衝突是無可避免的 但我們怎樣去處理那個衝突 這個才是關鍵位 所以我們說在親子裡面 尤其是我們做調解過程裡面 我們都希望他看衝突 不是一個很差很負面的東西 相反如果在父母立場來說 如果他看到子女 可能有機會跟他有一點點博取 等等這些情況 其實這是他表達自己的想法 其實是要用他 對 容忍的 讓他講他心裡面的感受 接納 是的 而且你要深信 其實他講出來 就是說他有些想法出來 但不代表跟你對著說 相反一樣 如果我們說 子女聽到媽媽 去說這些的話的時候 不妨也不要太多的否定 覺得被人壓迫 或者經常管這些想法 相反想多一點 其實父母是關心的 只不過大家的角度 或者方法有待改善的 其實現在這年代什麼時候都是不要這樣 反而應該是給他講他的意見 給他知道你會聆聽 再引導他 對 是不是這樣 對 其實我們也鼓勵大家 正如我做調解一樣 其實我們調解的過程中 真的想親自雙方 去表達自己的想法 與此同時互相都學習 原來如何去聆聽對方 但是梁姑娘 你輔導過這麼多個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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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常掛上衣服在窗口不肯洗 一洗就發脾氣 後來我們做調解的時候 初初他不肯說 拒絕說話 後來我們再問他 原來他告訴我們 他原來那些衣服是有分類的 有些衣服是穿了一天 或者就這樣下街的 有些是兩天 有些是三天的 有些當然是久一點 四五天 後來大家一起談好了之後 原來就說 如果三天之前那些 都被你放在這裡 因為是一個環保的 都欣賞他這種想法 但是四天之後一定要洗 這樣 因為疫情關係 所以原來溝通很重要 如果不是再問一句 他會罵他 他又不想告訴媽媽 是甚麼原因 這件事就瘋了 是 但是這些溝通的過程 就像美妮所說 有時候家長的心是 我為你好 誰知道你又不領情 自己會有很多委屈 或是很不開心 這些又可以怎樣舒緩 我們建議家長有四個心 第一個心 就是你跳出自己的 好像老虎的心 很想去幫他 保護他的心態 第二個 我們說用同理心 同理心是甚麼意思 你看看 發掘一下子女 究竟他喜歡甚麼 或者他關注甚麼 和他一起同行 第三個心 就是一起去共同找個目標 其實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目標 為大家好 或者大家成長 我們一定要找回這些出路 以往的經驗 有沒有說哪些說話 一定不能說 會一觸即爆 例如以前年代很流行 三個叉燒比你差 這些一定不能說 還有甚麼 好 例如如果在父母來說 他最不喜歡聽到 就是子女說他很煩 很討厭 你去死吧 這些字眼 聽到很心痛 聽到就很心痛 是啊 所以在調解過程中 他都告訴我們 這些是他最不喜歡的 其實在調解過程中 是甚麼步驟 其實我們在做親子調解過程中 我們有四部曲 第一步 我們都會確定 幫親子確定問題所在 第二步 就是我們在整個過程中 鼓勵雙方 去講對那件事的看法 和調解的期望 希望在過程中 大家去到第三步 就是大家積極聆聽對方的心聲 可能之前在家裡 沒有機會去聽的時候 來到這裡 我們給他們一個空間距離 放心講 放心聽 到最後的時候 其實我們希望可以解決 幫他協助他們 透過調解過程 解決雙方的一些問題 希望可以展望向前走 所以通常我們 就是這四步 去幫助他們 我們的親子 去處理他們的親子衝突 其實我又有一件事 通常整個調解過程 要多久 一段時間 通常大約半年左右 半年左右 大概12至18節左右 不等的 但我們都會根據那個情況 或者複雜程度去做 如果真的不對的時候 當然我們都會轉介其他機構 因為我們都是比較中間的 嚴重程度去做 希望整個過程裡面 希望剛才都有講 希望分析個個案 令到他評估 另外在當中 希望他們可以達成共識 處理到問題 其實處理好問題之後 其實大家衝突過後 其實父母和子女之間 可以做些什麼 或者說些什麼 令到關係變回好 和提升呢 首先說說 其實我們可以說一些信任 一些說話 例如我相信你 你很厲害 另外也當點鼓勵對方 例如你在這件事做得很好 我為你感到驕傲 這些都是一些好的說話 另外在行為上 可以大家多些送禮物 以及大家多些身體的接觸 一些語言 例如可能抱抱他 或者搭他的肩膀 給他手指攻他 亦都多些大家有互動 例如一些比賽等等 這些都會有助大家的家庭關係 肢體語言好像挺有效的 沒錯 永遠都是鼓勵比批判更好 可以多些跟你兒女兒說 我對你有信心 然後給一個愛的勇奉 對, 給一個愛的勇奉 今天謝謝梁姑娘 和我們分享了這麼多 謝謝 如果還有問題 可以問問相關的專業人士或社工 是嗎 說得多多 沒有 我們可以拍到